Yay 還有另外一種能夠一息致富的 就是能夠領到巨額的 贊養費 問蘇律師 你也處理過得到大筆贊養費的案例 有一個很有智慧的女人 她愛上一個窮小子 她想說窮小子應該沒什麼 窮小子應該以感情為基礎 但她覺得窮小子 蠻厲害很會做生意 就鼓勵她做生意 沒想到一鼓勵下去 正式有幫福運 命供入存的窮小子 是不是 結果就一直賺錢 就賺了好幾億 賺好幾億之後 突然 她最近發生 她有一陣子發現 有一陣子發現說 為什麼公司好像變比較不賺錢 她覺得很奇怪 於是去公司一查發現說 先生有小三 有小三 被抓到有小三 夫妻公有迫屈 有小三被抓到 所以看到電腦資料有抓到 那她就馬上叫她簽了那個切結書 說她先生也被抓到 你就簽切結書 因為你小三 你要不要 你要我還是要怎麼樣 那她 因為其實這公司也是需要這個 這有智慧的女人 是需要這樣 所以她就簽切結書 以後她敢再犯 先生再犯的話 這財產一半要給 一半給她 絕對不再犯 好像事情就過了 就這幾年當中 結果就在簽完之後 竟然怎樣 公司就一直在賺錢 本來賠錢 又小三賠錢 又賺錢了 又賺錢了 結果過了大概五六年之後 突然這個先生就覺得 就在開始嫌隙這個 有智慧的女人 你怎麼不好 就找理由 就不回家了 不回家 就好幾個月不回家 那這個太太就覺得很奇怪 一定有問題 一查 公司的紅人 就有出賣老闆說 確實是有那個 確實好像有小事出現 孰可忍 孰不可忍 公司雖然賺沒關係 他就離家出走 他想說 那男生以為說 他沒皮條 公司已經賺到這個程度 沒有問題 那太太很聰明 他說好 你離開對不對 好 他就告他 要求說什麼 夫妻分別財產 就是因為今天 大家都覺得說 今天男生 男生有外遇 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要對付他 然後他又離開家了 那你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跟他離婚 其實不用 不一定要這樣子 他離家出走 他又想要 他們狀況已經是 沒辦法再繼續同居的狀況 可以主張夫妻分別財產制 也就是現在開始 跟先生結算夫妻財產 他先跟他結算夫妻財產 因為公司的財產 那個股份 都大部分登記在公司的先生名下 所以先生名下一半 因為太太比較少 一半幾乎要歸給這個太太 先生就緊張了 原來法律有這一條 本來他以為是離婚之後才那個 所以先生覺得沒關係 我就來 我就搞就對了 現在沒有離婚 也可以夫妻財產一半 對對對 那是因為說 今天他先生他離家 已經超過半年以上 而且就有一些惡性的狀態 所以他就主張 我們就主張這樣 那這個情形下 這千千就 那主張完之後 接下來就說 所有 講到這邊 所有台商沒回來的 台灣的老婆 老公超過半年沒回來 都可以主張這一條 不能每個都這樣 因為有些工作需要啊 他們沒有什麼 他們沒有什麼樣的狀況的話 那有時候工作需要 但是這是他的權利 對他的權利 但如果說今天他惡意離開了 那他惡意分居了 沒辦法繼續在生活 好的狀況下 那剛剛那個結果怎麼樣 那結果之後 他大概拿了 可以拿一半嘛 那最後可以確定 可以拿一半之後 再跟他要求說 因為你簽切結書 再拿你的財產 再拿多少 再拿他的 他的一半的一半 對 老公只剩四分之一了 對 所以但是這個事情 他就是 這個老婆就大勝 還不見得可以離婚 是喔 對 因為是老公所問題 你要繼續打聽 我們喜歡聽Ending 後面怎樣 來 艾菲老師 2022年哪些星座的人 有機會獲得意外之才 請大家參考一下 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還有木星星座 因為我們今天鎖定的是 2022年 那我們就特別來看一下木星 因為木星是在這個 一年當中的一個穗星 所以木星的位置 也會影響到你在2022年 會不會獲得意外之才 首先我們來看 第三面上榜的 太陽上升木星 如果是落在雙魚座的朋友 我們的聖梅呢 就是太陽星座是雙魚座 那麼雙魚座的朋友呢 有意外之才的收獲 在哪一個部分呢 是天降這個機運 短期獲利 那麼雙魚座的朋友呢 如果說你在2022年 如果說你要炒房 你要炒股 或者是要做一些 短期獲利的機會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好運 因為呢 這個受到這個 就是流年的運氣的影響 在這個2022年 特別在雙魚座的部分 你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就發家致富 所以有喜歡投資 或者是喜歡做一些 股票操作的朋友 其實呢 可以多多的去打聽一下 一些機會跟消息 也許呢 就能夠獲得意外之才 再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木星 如果是落在天蠍座的朋友 2022年也有機會獲得意外之才 是在哪一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獲得意外之才的機會 是落在這個房市的飆漲 身價上漲 那個天蠍座的朋友呢 如果說你在今年開始 就已經很留意房市的一個動態的話 那麼房市動態呢 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 那麼如果說天蠍座的朋友 你在今年就買了房子 那麼如果說隨著這個多頭的 這個往上的話 也許呢你在短期之內 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之內呢 你的這個所買的房子呢 已經漲價了 那麼呢 你會因為這個房市的這個飆漲 那個房價的飆漲 讓你在這個獲利的部分呢 就大於超過於你的預期 那麼也可能漲到房子的本身 也可能租金也漲了 所以整體來講 天蠍座的朋友 你可以留意一些房屋的 或者是租金的動態 能夠幫助你在短期之內 獲得意外之才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以及木星星座 若在巨蟹座的朋友 我們今天這個上榜的 都是水象星座的朋友 在二零二二年都有非常好的財運 那麼巨蟹座的朋友 是在股票的獲利的部分 能夠有檔檔漲停的好運氣 對於巨蟹座的朋友 如果說你喜歡這個 跟基金有關的 跟股市有關的 或者是一些虛擬貨幣的部分 你特別在這個部分 你能夠獲得比較好的一個機會 或者是能夠獲得意外的財富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得利於二零二二年 木星這一顆星 落在這個雙魚座 所以對於所有的水象星座朋友 都能夠獲得意外好運 巨蟹座 天蟹座 以及雙魚座的朋友 希望你們在2022年 能夠獲得意外之財